雞翼 雞翼 很多人都喜歡吃 雞中翼 亂碼又多汁 以前和大家介紹 瑞士雞翼 都很受歡迎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食譜 就是檸檬雞翼 我自己覺得蠻好吃的 我們一起來看看 材料 1kg 雞中翼 買回來後 將它溶雪 然後讓鹽 除了雪味 雞毛 用清水 洗乾淨 瓊乾水備用 2個檸檬 冰糖70g 50毫升生抽 薑切厚片 拍鬆40g 蒜頭用70g 除了衣 半茶匙鹽 適量的水 適量的麻油 一起看看如何做 燒熱半鍋 水滾 把雞翼 放進去 水滾 水滾 很多泡沫浮上來 這個過程 可以把雪味 除了出來 關火 倒出去 清洗乾淨 出水 清洗乾淨 把檸檬開邊 然後把核 清洗乾淨 如果不清洗乾淨 它會有少少苦結味 在湯裡 用刀在中間 把它切開十字 然後 那些核就很容易 拿出來 通常這些核都是在中間 我們把四碗水倒進鍋裡 所有材料 全部放進鍋裡 鹽 還有一些冰糖 滾了之後 我們收回中小火 煮十分鐘 等那些材料 煮出味 才把雞翼放進去 雞翼全部放進去 湯汁我們一定要 把雞翼放進去 湯水少了 你們要加少許粉水 湯汁浸到才入味 滾了之後 我們就調回最小的火 然後讓它煮多四分鐘 微微煮 四分鐘 我們就要關火了 關火之後 浸去一個小時 或者一個多小時 都不要緊 等它的雞翼可以入味 檸檬已經出了味 如果覺得不夠鹹 可以加少許鹽 加少許鹽 我剛才試過 可以的 現在滾了 蓋上蓋子 加最小的火 可以浸煮 四分鐘 最小的火 湯面有少許動 這樣才有火力 浸熟的雞翼會滑 很滑 時間了 現在關火了 可以浸浸 一個半小時 會入味 中途沒有打開 蓋子 可以保持熱力 在裡面 雞翼才會浸得好味 和熟 雞翼浸好了 這個顏色很漂亮 用生抽 所以這個顏色比較淺 如果用老抽 就比較深 把雞翼撈上來 然後可以放1-2茶匙麻油 拌勻 一來可以令雞翼香 二來可以令雞翼不會滑 放得久會黏在一起 檸檬雞翼完成了 好想快點試一下 好香的檸檬味 有酸味味 好開胃 這道菜很適合 你們做了 帶上班或者上學吃 開派對 你們也可以當小食來招呼朋友 我頻道裡面 也有很多小食 給你們開派對 你們也可以上去看看 喜歡我今天介紹 記得按LIKE我 還有訂閱頻道 訂閱了我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當我有新片出的時候 會通知大家 多謝今天收看 下次見 拜拜